喘嘆 你現在收看的是參戰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宋祥 參戰時光會客室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来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制度的 或者是法律的 或是文化 或者是结构方面的问题 让我们再看待一个社会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的是热闹 而且还要进入到门道 好好的去了解 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采取一些 改变的这种行动跟可能性 那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在台北街头 就有一群人反对这个所谓的核电 反核的朋友 他们事实上再次的走上街头 几乎我们在最近这几年每一年 不管是在台北在高雄 或是在台中或在台东 都会有类似的活动 那甚至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个所谓的游行的行动 那当然在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 其实也承诺说 2025年是一种所谓的非核家园 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核电 就是不要再用这样一个能源的方式 或者能够去用其他期待的方式 可是现实上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又看到在前几天所谓的核二厂 它事实上又面临到所谓的重启的问题 原本已经停止的这个核二厂 它又重启为什么要重启呢 那是我们的能源出了问题呢 还是在整个的政策上面还没有准备好 还是有其他值得我们再进一步 探讨的这些因素这些原因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满野新竹生态学会的 蔡雅寅律师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 蔡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先请到蔡律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核二厂会去这个停机 那为什么在前几天 这个行政院就说明要这个重启 那这个重启有人会觉得说 因为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冷 所以很冷 所以我们用的这个所谓包括 这个电热气电暖气 那你们发现都缺货 所以好像这个用电的需求是增加的 那这个停机跟重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或是会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回顾一下说 当初就是说600多天前 核二厂为什么会进入停机 那是他在第24次大修的时候 后才刚大修完成病联 然后35分钟后就发生了爆炸 那个壁雷器爆炸的事故 那我们很幸运 因为爆炸的壁雷器 它不是在反应炉里面 它是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它虽然发生了爆炸 并没有造成核子事故 但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担心的是说 才刚刚完成大修 就说台电已经做好了检查 然后原能会也审查通过 都已经两边都已经双重的确认 它是安全的 然后居然在重启之后 还会发生爆炸 那它爆炸的事故的原因 在原能会的网站 事实上它是有说明 就是它说那个壁雷器的设备 它已经有裂化 然后它有讲到说 它其实在之前就是有一些裂痕 所以我们会感到非常担忧的是说 这个核二厂 它事实上大概是43年前开始新建 那它商转已经将近 到今年3月中 3月15号的时候 就已经会买35年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旧的电厂 我相信它里面很多设备都是已经30几年 这些东西应该有寿命才对吧 对啊 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担心 就是说今天爆炸的很幸运是一个壁雷器 它不是在反应炉里面 那如果下次爆炸是在反应炉旁边 甚至反应炉里面 我们就会很担心说 确认过安全的东西 是不是真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 那为什么才刚所谓的修好 它又在当时又是没有多久就又爆炸了 就是我会觉得这可能已经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就是说这么老的电厂它难免就像我们有时候房子老了可能会有漏水 或是年纪大有时候很容易生病 我觉得它里面可能有很多潜在的问题 而这些潜在的问题可能不是 就是说可能是不见得是能够立即发现 或者说也许他们发现的时候觉得这是小问题 我们可以忽视它还是可以重启 对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还 所以我们就反而我们环保团体的立场 当然会希望这么老的电厂 如果可以的话就早点的停机 就休息了就不要再 对不要再爆任何的风险 因为其实我当然也相信台电跟原人会都不希望这种事件事故的发生 它可能也跟我们一样很希望不要发生 可是这个病可能不是说它努力的检查就一定能够发现 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总是会有难免有肉撕掉的地方 所以当时是因为这个曾经爆炸 然后又恢复 然后事实上又出问题又出状态 所以就让它这个停机的这个状态 可是为什么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又重启这个核荷厂 对其实目前是还没有重启 只是原人会已经说它已经检查完毕了 就是它是原则上是同意 觉得是OK它可以接受 那因为之前爆炸事故事的时候 立法院有要求说还要到立法院做报告 所以他们是说这次会先送到立法院报告 然后才会真的同意它重启 那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担心 对我们来看的话它已经停机那么久了 其实以前我们说没有核电会缺电 可是毕竟它已经停了六百多天 要用这个理由说不重启的话 我们其实是觉得有点不认同的 就是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下去 一定要说我要 就是说看起来政府是希望说 它的那个电力的调度 可能它有更多的选择 可是我们觉得电力调度 你有很多个可能的选项 你可能可以积极的节约能源 或者说做好一些能源的调整 然后就想办法去跟厂商沟通 怎么样去让离风的一些电 挪到离风时间去使用 而不要说通通 就是说为了 因为核二厂它大概装置容量 大概占百分之2.26% 然后如果是用台电可以调节的 那个被转容量的话 大概占三%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政府 他连两%三%的电力 都完全没有办法想出 其他的方法来调度的话 那也觉得好像太弱了 我觉得政府应该想办法去做其他调度 而不是去重启一个 就是说曾经发生 再次开启一个 曾经发生过爆炸事故的老旧电厂 事实上从你的你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核二厂它能够发电的这个电量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低的 它事实上用能源的调节就有可能去解决 现在所谓的 假设真的有所谓的电力不足的问题吗 对我们期待是这个样子 那事实上核二厂的停机这段时间 事实上台电有好几个新机组 也是陆续加入营运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有增加一些新的机组 对 所以我们希望它不要 但具体的调节 我觉得还是政府要来调度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它应该要去努力的去做调节 而不是说就是很轻率的说我把它打开 不过这个原能会或是这个赖魁说 它事实上它不是一个重启的概念吗 所以它其实会觉得说 并没有违反我们的说法 这个我要 原来的承诺是没有违反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其实就法律名词来讲的话 确实重启跟再启动是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原能会还有定一些办法 一个是核子反应器设施停止运转 后再启动的管制办法 通常用在比方说我大修停机 又是一个跳机停机 就是停机之后 你要再把它重新打开来的时候 它就是它是用起来的 再次的启动 然后它还有定 为了那时候因应核四的封存 他们又有定了一个核子反应器设施停工与封存 即重启后作业导则 就是它的那个启就是开启的启 可是因为一般媒体为了说让大家容易理解 我们通常媒体上 我们大多份看到报道是开启的启 因为对老百姓 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的话 就是你停下一段时间 你再次的把它开启 那不管是因为大修停机 就开关的概念 或者是说已经进入到停工或封存的那种停机 其实我们大家其实觉得意思是差不多 那法条文字确实是原来会讲的没有错 是再启动不叫做重启 可是我觉得概念上就是一个已经停很久的 你又要再次的把它打开 所以其实虽然在民词的说法不同 可是那个概念就是又重新让它乱 让它启动的意思 对那这个算是违反原来的承诺吗 我是觉得没有违反民进党政府说的 2025非核家园 就是说没有违反 因为它2025还没到嘛 它现在重启确实是2025可能它还是可以停下来 但是我们是想要提醒政府的是说 因为它已经是很老旧的电厂 已经35年的一个电厂 然后过去又发生过爆炸的事故 如果你过去能够撑过600多天都没有去使用它 然后你为什么不继续的去停下来 而一定要说等到2025那天再来实现完全非核就好 我们是很期待说 因为如果核二场这次的重启又发生爆炸 如果这次的新的爆炸 如果说有造成核子事故的话 那个后果是很难收拾的 就像福岛核在已经过了快要七年了 它的问题也很多问题也都还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我觉得它是没有违反承诺 可是毕竟还是一个不好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把非核当作一种核心的价值 比方说过去赖奎在去年11月 其实也没有多久以前 他曾经讲过过重启核二 核电厂是最后的手段 那我觉得既然叫做最后的手段 这已经是一个最后的概念 我觉得还没有到此处最后手段 能够停那么久 你还有可能节约能源或能源调度 还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想想看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而真的是把它当作最后手段 不要很轻易的就说 我们现在就使出最后手段 好像你其他的东西 你都不想要再继续努力看看 当然2025年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当然还必须要持续的观察 那只是说你刚刚提到说 它是一个能源调度的问题 特别是你也谈到说 这个政府事实上也有一些新的 这所谓的电厂 或是能源的这种方案在启动 待会我们再继续的谈 那难道在这过程当中 这个过度是没有办法去cover 没有办法去满足台湾 目前的电力的需求 我们待会在谈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再回过头来 谈核二厂的问题 从台电他们来讲 从原能汇他们来讲 他是某种的专业 而这个专业 不管是在能源政策专业 可能不怕在维修上面 也是专业的 那所以他们其实也花了 蛮长的一段时间 去做不断的检测 去做不断的测试 那当然因为有这个过程 对他们而言 他会觉得是安全的 可是为什么你们会对 这样一个检测这个重景 除了在政治承诺上面 似乎觉得 他不需要这么快的去 打破这个所谓的 就是他应该有别的方案选择 不要去做之外 那在安全性上面 你们的顾虑是什么 其实是顾虑是真的蛮多的 那我分几个点来讲 第一个是我们还是认为 核二厂的耐震度是不足的 就是过去 过去原能会 就是曾经有找那个欧盟的 就是来做那个压力 请欧盟同行做同行审查报告 然后那时候同行审查报告 就有讲到说 我们的台湾的核电厂 它面对于天然灾 例如地震海啸水灾 台风的机会 是远高于同一个时期的 其他做压力测试的电厂 那他也认为说 地震海啸的问题很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的核电厂就紧铃 北部的梁州电厂是紧铃三角断震 然后南部是紧铃 河山是紧铃恒春断震 这一直以来就是台湾核电问题的很大的 对 然后他有说建议要升级 所以其实就有问他讲 我觉得升级是建议你升级是讲的很含蓄 就是说我们的耐震度是不够的 那过去其实就是说 之前核二厂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是耐震度是只有0.4G 然后后来原能会说 他们现在已经改善 就是台电已经改善到0.67G 那其实之前徐光荣老师有去质疑说 因为台电曾经发给刘建国委员的那个说明里面 有讲到他有些设备是0.4G 有些设备是改善到0.6G 就是说他不是全面都提升到0.67G 那好就算我们假设他都已经提升到0.67G 因为他竟然敢发 他竟然发账函给委员表示 他有些事上是没有全面的提升 只是一部分的设备提升 那我们看我们政府自己有颁布一个 核子反应器设施安全设计准则 它的第四条就有讲到说 这些结构系统的组件 它必须要确保在地震的天然灾害下 还是可以执行安全的功能 那它里面有讲到说 它必须去考量场子跟周边地区 以往曾经发生过最严重的天然灾害 就以前的事情你要考虑 然后还要保留足够的设计安全预域 那过去研考会 事实上有去委托中华民国土木 祭司工会全国联合会 去做针对我们的那个 就是说公共设施去应对那些重大天然灾害 它就得安全系统 做一个研究 提出了一个政策建议 建策建议书里面其实是有讲到 说我们的合一二场 事实上周边是有活动断层 就三角断层 而且在1909年 曾经有过规模大概7的强震 然后1909年 它是在陆地上有一个 跟921地震同规模 就7.3的一个强震 那它有讲到921地震的时候 镇央附近地表震动接近1G 那它就质疑说 如果这种同样规模或更大的地震来袭 那个合一二场的耐震系统是否足够 其实它们现在也是 就是说土木济师公会看了也是有所质疑的 那它里面还有讲到一些其他国家案例 比方说日本的柏崎电厂 或是冰钢电厂 他们都觉得因为耐震度不够 提升到1G 然后它有讲到说美国有个电厂 它是因为耐震度 也是因为耐震度的问题 然后想要补强它的结构 可是后来发现费用过高 所以就决定处益 那我想要说的是 他们发现耐震度是不足足的 所以他们最后的决定是初一 因为要花很多钱 因为你要真的改善 其实要花蛮多钱 那我觉得从这份报告讲的 就是说既然合二场周边地区 它有发生过大概接近1G的一个地震 那我觉得你的耐震系统 你至少要提升到1G 甚至要更高 不然万一就是你要考量 既然你的法律要求说 你要考量以前发生过的事 你还要有一个安全预誉 我觉得它现在的耐震度 还是认为就算提升到0.67G 还是很明显不足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足 应该要在重启之前就改善 而不是说我们先重启 然后耐震度的问题以后 再慢慢来谈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真的大的地震 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所以实际上有去台电 或者是原来会有去做 这实际改善的工作吗 看起来那个是 他们看起来是有做 可是他们自己给台电 给刘建国委员的报告 告示说一部分是0.4G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设计 是它是改善提升到0.67G 所以我们认为说 那如果说发生 带你不要0.5G的 那些耐震值 那0.4G的会不会怎么办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我一直对于这些专家 他们的标准 常常觉得他们的一些事情 对一些事情的想法 是跟我们老百姓 民众的想法是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发现问题的时候 在我们的想法 是觉得发现问题 核电厂是完全不能发生任何事情的 应该发生问题 就要马上去处理 可是他们有时候 后发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见得会立刻去处理 比方说上一次大修 就发生爆炸事故的那次大修 其实它里面就有提到 他们早就知道 反应如的如心策板 就是有 就是说有四道裂痕 他们以前就知道 那当时他们虽然说 知道有裂痕 可是没有要修理 就没有要处理它 就说那我们下一次大修 我们再做超音波检测 那我看这报告 以为他下次大修 会做超音波检测 但是没有 就是在 今年2月27号的报告 它其实里面有讲到说 就是说今年2月27号的报告 它里面就讲说 它在去年的11月14号 已经核准它不需执行 反应如如内主件检查 跟如心策板超音波检测 那这个我看了会很担心 因为这样我看来 已经知道如心策板有裂痕 很早以前就知道有裂痕 那当时说 我们下次再做 比较详细的身体检查 就是比较详细的检查 然后现在又说不用 然后又告诉我们安全 你都没有做检测 那万一有事情怎么办呢 因为它是如心 跟这种如果以后有什么状况 它的状况事实上不会像 那个在外面的壁垒器 爆炸那样小的事情 所以我就会 对于他们的检测 是不是真的很彻底 其实也是感到非常的游行 那像 而且他们检测 有时候也会出错 像过去其实核二厂二号机 我们大家其实讲到 那个反应炉的毛钉螺酸断裂 第一个直觉就想到 以前核二厂一号机 有发生过七支毛钉螺酸断裂的事故 可是其实在更早之前 大概在100年10月的时候 核二厂二号机 它就已经发现一支毛钉螺酸断裂 那我们老百姓的想法 如果发现毛钉 因为一个反应炉是用 120支螺酸固定 里面内圈60支外圈60支 所以其实断裂一支 我会觉得 比我来讲会觉得蛮严重 应该赶快把它处理 可是当时他没有说要立刻处理 他说那我们下次大修 再来检查断裂的问题 结果下次大修的时候 就过了一年半去检查的时候 才发现说 上次断的地方搞错了 是隔壁那根螺酸断裂 然后那次才去处理 这太可怕了 这种心态会让我觉得说 每次发现问题都下一次再来处理 然后当然很幸运 这次都没有出事 可是那种心态会让我 对于他们的安全标准 我个人是真的是很担忧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 天佑台湾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说 你会发现 一个一部分是在环境上面 属于地震带 那这个耐震系数本身是不够 第二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没有解决 那或者说他下次再做 那还好都没有事情 可是会不会真的发生事情 那该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谈说 到底这个部分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能源政策该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中选会在9号举行 由幸福盟等团体提出的 婚姻定义及同性伴侣专法 公投案听证会 挺同团体到场抗议 痛批公投案违宪 煽动对多元性别的恐惧 伴侣盟理事长许秀文提到 反同公投前提已经违反 宪法市自748号 第二个部分提出的 同性伴侣专法 与婚姻定义公投 属于同一事项 已经违反 一案一事项原则 本来就应该予以驳回 不过幸福盟强调 全世界40多国 办过类似的公投主文 应该让公投成案 幸福盟理事长曾献盈说 希望用婚姻以外的 其他形式定义专法 避免过去造成 台湾社会族群对立的情况发生 中选会将在13号 针对公投案召开委员会讨论 如果符合相关规定 则会做成决定 提案团体就可以进行联署 但如果不符规定 也会要求补强资料 再做讨论 远东航空公司在去年底 因公会成员在布告栏 张贴外站出社安检卫通过的文宣 解雇公会理事长等6名成员 日前公会向劳动部申请 不当劳动行为裁处 裁决结果出炉 判定解雇无效必须在7天内 恢复其职务及薪水 不过立一名空服员请生理假 并在群组鼓励他人请假遭到解雇 劳动部认为非工会活动 判定解雇成立 劳动部表示 裁决委员认为住宿涉及员工安全卫生 因此行为属于合法工会活动 另一名会员被公司以把风为由 解雇也认定无效 其他三位工会干部成员 则是考基被篡改成待改进 判定远航构成不当劳动行为 因此结雇无效 远航发出声明强调 尊重劳动部裁决 但企业经营管理署内部事项 针对本次裁决将循司法救济途径 而远航企业工会则表示 对于无法复职的空服员 将在讨论是否进行民事诉讼 日前大观社区居民收到第二次旅刊通知 表明无论住户同意屡刊与否 强制拆除势在必行 自救会预计四月即是最后期限 本月八号再度前往行政院外抗议 要求政府解决争议 有五人落法明智 想破钱宣战 自救会成员唐佐心痛批 过去官方不愿意承认 大观社区源自过去住宅用地不足 于是默许民众非正式居住的历史背景 如今改以侵占国有地名义收贿土地 逼得人民必须上街头抗议 自救会也要求 政府应正视大观社区的历史脉络 妥善处理国土争议 不该让弱势居民成为都市计划下的牺牲品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在刚刚我们大元在报信文当中 我们又看到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议题 包括大观拆迁案 我们看到当地的居民落法 因为在4月份他们可能就面临到 强制拆除的问题 另外也是在我们几个礼拜前谈到的同婚 有关公投的议题 那我们也可以回顾到 在当时谈到这个公投 底头谈到的这些题目本身 是不是就有一些 必须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 甚至在那个所谓的基本人权上面 是被违背的 那这要持续的再去关心 这些非常重要的社会的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谈到今天下午就看到 我们有一群的朋友 又在街头上面来反合 虽然这个民进党政府 谈到2025年要这个非核家园 可是很多的民众 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核电 还是存在了非常非常大的疑虑 那特别是前一阵子 这个核二厂的这个重启 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在现场跟我们在邀请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的蔡雅寅律师 蔡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的节目当中 有提到这个台电有关核二厂的 这个检测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 它似乎花了很多的心力 但是有些东西好像是比较难解决 例如说地震的问题 或是地质的问题 这恐怕也不是说台电想要解决 除非他真的把那个耐震系数 是提到很高 可是似乎并没有 没有达到那个该有的标准 那事实上有些问题是他发现了 可是他就说好下次再做 但是下次有没有做呢 又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除了我们刚刚谈的那些之外 还有哪些东西是他知道而没有做 他该做而没有做的 对 其实原能会他们这次 开了三次的审查会 那在最后第三次的审查会 就是2月27年2月27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会议记录里面 有讲到说 他在最近有两次地震 他只有两个那个地震仪有运作 其实他其实里面蛮多地震仪的 那上次也是来公司录影的时候 那时候原能会是说 虽然是只有两桌有动作 但是后来他们其他的地震仪都被唤醒 但是以我们老百姓的想法 当然希望他每一个地震仪都是非常清醒的 都是很 就是说都是会有很 应该有的反应就要有反应 所以这点也是会让我们感到有些疑虑 那另外一个让我感到疑虑的是说 在会议记录的第五点有讲到说 他的这次管路的超音波检测 发现有八个管件 他预估到下次大修之前 那个厚度就是说会有不足的问题 那但是他最后还是同意可以接受 那因为那时候 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台电曾经在 在和尔厂万里区公所那边举行说明 地方说明会 那时候我就有质问台电说 你们自己都已经预估到将来有一部分的管件 可能到时候会有厚度不足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把它修理好或换新 然后就这样子就同意重启 那台电当代表的人员 他们是跟我们解释说 因为他们那个预估 就是说是用比较保守的公式去计算 所以他们觉得其实应该不会发生 那我对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会蛮担忧的 因为确实他预估不会发生的事情 可能真的不会发生 就是他觉得不会发生可能真的不会发生 但是是我会觉得 核电是不能出任何一点点意外 那种觉得可能有一点疑虑 我都觉得在我的标准 我会觉得应该把它疑虑都排 完全排出才能再才有资格说我要重启 那已经都已经看到可能的疑虑都还不去处理 那事实上我是很担心的 那另外一个也是蛮担心的 是也是在这次的大修的一些报告里面 有看到他里面有讲到说 因为和尔厂这几年来常常会有高温警报 那高温警报不一定表示发生什么事情 那可能只是你可能有什么东西 温度太高 那要赶快去检查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 要把它排除掉 可是他面对温度太高这件事情 他居然有提到说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调高 他警报的设定点 那这样的心态 其实也会让我非常的担心 就是高温警报就有点像我们 比方说我们家里的保险室 如果说常常跳电 当然会觉得很困扰 可是我们都有看过一些新闻 有些人嫌保险室太容易跳了 所以他就把它换出一点的保险室 不会随便的跳电 可是却失去了他的警告的 一个保护的机制 搞不好没有跳电可是却失火了 所以我非常的担心说 台电有这样的行事 他不一定会做 他只是提说他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能 就说他们那样的心态 是会让我很担心的 不过看起来台电并不是完全没有做事 他其实这样子做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努力 或者是努力多少 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他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不管是检测也好 或者是要去检修的部分 甚至有些改善 只是说那改善 到底那个真正的标准是什么 会不会台电其实说我们已经很努力 而且已经达到了标准 你看过去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从20年前30年前就在那边很紧张 就担心说会有这个地震的问题 会滴在来会垮 也没有嘛 那会有这个所谓的爆炸的问题 或什么外界都没有嘛 那这会不会是过度的担心 过度的焦虑 或者是说那科学上面有一个 真正的一个标准的存在吗 那他们既然是他们是专业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就相信专业就好了 毕竟也没有发生 我们过去担忧的事情不是吗 我觉得一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不能表示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绝对不会发生 以前也看过一个纪录片 就是他们去访谈辅导核 再后去访谈当地的居民 那居民就说辅导电厂在这已经快要40 就已经40年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过去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不能 就是说我觉得 不能说代表以后都不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至少过去 就是说上一次大修才刚确认安全 打开来就发生了那个爆炸事故 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台电其实它应该要 就是说台电也好 圆人会议也好 我当然相信他们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才更严格的标准 而这个电厂刚刚也讲到那个耐震系数 是他自己规定 他说要去考虑过去发生过最严重的事故 的一个地震 的天然灾害 那以前在历史上 竟然有过一个一居的地震 但是那是在很早以前 就是核电厂还没有兴建之前 那我觉得你耐震系数 你说你才0.67G 我觉得那显然是不足的 你没有到提升到那个之前 我觉得是不应该去重庆 嗯 核核厂社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比较少被关注 除了刚刚谈到这个耐震系数啊 叫做燃料池这个爆满的问题 就这燃料池爆满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对这个东西 也会感到这个担忧 稍微说明一下 在台电的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燃料池 核荷厂二号机的燃料池 它目前只剩10数的空间 那每一次的大修 它里面有大概有 它整个机组里面大概600多数的燃料爆 那它每次大修 预计要退出180数的用过核燃料 也就是说 它如果这次同意重启的话 它的燃料 既有的燃料池的空间明显是不足的 那当然台电 它也是有在针对这个 它有想出一个办法 但它想的那个办法 对我而言 我是会觉得很担心 因为台电 它因应它的燃料池不足 那它就想说 那我有个办法 我就把装载池改装成燃料池 那想要跟大家介绍 就在台电的报告里面 有讲到说 说它核荷厂的那个燃料池 它在民国81年的时候 81年跟93年 有各做过一次扩充 第一次的扩充是 把2000多数的容量 然后塞得很密 反正可以容纳3000多数 那第二次扩充不只塞根密 它还把一些设备切掉 就是拿掉一些设备 然后塞得根密 塞到4000多数 也就是说这个燃料池 既有的燃料池 已经是做过两次大手术的 一个燃料池 其实我觉得它本身 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它现在要做第三次的大手术 为了因应说 它空间不足 只剩10数的空间 它要做第三次大手术 是把燃料池旁边的一个装载池 也拿来改造成燃料池 但是装载池 它本身是有其他功能的 在他们报告里面讲 装载池它是本来是去 就是说它是要用来 把那个用过燃料 料池内的用过燃料棒 就是移出来的时候 就外运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的一个过渡的空间 也就是说它本来不是设计 来长期存放核废料 那个用过核燃料的 它只是一个就是说将来 燃料要外运的一个过渡的空间 那它有讲到说 说它上面那个装载池 它上面事实上也是有很多 跟安全有关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管线 一些设备 那它这次如果要改装 它要把一些突出 一些东西切掉 但是它都觉得 它这样切除是没问题 它都觉得是安全 可是其实我们是会担心的 尤其是说它如果说 将来它有发生事故 需要紧急的撤离 那些用过核燃料 可是你本来用来 退出的那个外运的 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 现在都塞满了新的 用过核燃料 那它还说 如果你要再去使用 这个空间的话 还要再做 就是在进行复原作 还要再做二度施工 那我们会很担心 就像我们一般 那种安全的一个通道 我们事实上是不会用杂物 把它堆起来 我觉得那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而且它这一次的 它的装载池 它是 它要用的燃料格架 是从用龙门电厂 淘汰下来的二手的格架 因为龙门电厂 现在是没有要用 它就把那个二手的格架 拿过来重新利用 可是因为它不是针对 核二厂来设计的 它是用别的电厂来设计 它里面的报告就有讲到说 它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办法 照龙门电厂原本的设计 它还要再做一个变更设计 还要另外设计 一个其他的方式来使用 这么多的例外又例外 其实会让我对它 这样的一个改装 也许不会出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安全性 就是那种安全的风险是存在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说 既然都停了600多天 不要再为了要再多用 增加2点多% 或是所谓382倍的容量 然后去整体 就是说去面对这些风险 会不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台电在怎么做 其实你还是担心 我们是绝对担心的 为什么 是因为核能 如果真的出问题 是万劫不复的结果 因为台湾真的太小 我们那么多人住在核二厂的附近 核二厂的半径 就是说它半径30公里 可能就住了四五百万的人 这么多的人口 我觉得我们根本 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逃 而且之前装品杰教授 他有做过一个分析 他说如果台湾北部的核一 他就是用核一二 还有市场去做分析 发生辅导等级的事 他说辅导等级是指说 如果微主体破掉 因为原人会 他所谓的那个 紧急应变区只有8公里 他是假设微主体 很幸运都很完整 都没有破掉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发生的事故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微主体破掉 那时候装品杰教授的分析 是从新北市核电厂所在的地方 一直到屏东的三地 台湾最北到最南的地方 都是属于中都污染的地区 那我们就等于是王国 我觉得这个电力 两%多三%的电力 值得我们去冒一个 王国的风险吗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对没有必要去承担这样的风险 可是用电是必须的民生用品 那其实在这几年 都一个争议 就是好那何能去 就是停这些就停机 然后不要启动 那火力发电呢 火力发电会造成 这个所谓的污染的问题 像我们坐在嘉一 这空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可是我们又要用电 那用电 有人会觉得说 那你就干脆这个 用提高这个电的费用 然后去降低 大家用电的这个欲望 或是不必要的浪费 这中间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能源政策 那万一这个停掉了 这核电不用了 那火力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去解决 这个所谓的空污的问题吗 那假设这个因为不用电 然后这个 这个所谓的电费又增加了 或是我们的这个 那怎么办 那大家愿意去付吗 这是一个经常在被讨论 那该怎么去面对 这些所谓能源政策的问题 那我就分几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是解决用电 不一定是 解决用电的需求 不一定是要以增加新的 更多的发电厂 厂来解决 过去那个蔡英文总统 在参选的 就选举的时候 他也喊出一个口号 就是省下一座核电厂 那过去是韩国首尔市的市长 他们先率先去做 因为他们觉得说 如果你省下一度电 等于也是多发一度电 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觉得政府 你当初竞选的时候 你喊出这样的口号 你当选以后 你应该很积极的去做 核电的占比其实是 就是说你应该很积极的 去推节约能源 然后因为如果是透过节能 既不会多花钱 就是说既不是多花钱 然后它又可以 又不会增加额外的污染 然后甚至可能会 因为节能的关系 也许可以促进 增加一些节能 所衍生的一些就业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解决能源的问题 最根本的还是要 政府应该积极的去推动节能 那第二个部分说 你说用火力发电的话 其实如果你看这几年 其实在核电厂这样 一直陆续停接这几年 其实蓝煤的那个总使用量 事实上是没有增加 甚至有一度还是稍微 有些往下降 然后增加比较多 事实上是天然气 当然天然气 它也是有它一定的污染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说 有时候我觉得是应该要是说 在过度的阶段 应该是积极的去改善 空屋的防治设备 不是说遇到危险 我们就说因为说火电有污染 然后核电没有污染 而且核电其实也不是真的 没有污染 然后所以我们不管 我们就要把核电打开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积极的 在空屋的部分 不管是就电厂的污染的减少 或是其他工厂的一些 污染的减少 政府应该积极去做 就是说把所有可以做 既然政府自己都说 说重启核电是最后手段 那大家担任用的空屋 你应该用其他的方法 去积极的去把它削减 而不是只是说 说因为我空屋要解决 所以就是那核电就打开 我觉得你空屋解决 应该有很多方法 增强污染防治设备或对 就是它不是一个 二元对立的概念 对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 二元对立的一个概念 那讲到电费的 电价的问题的话 我想要讲的是 其实我是认为 第一个基本的用电 我觉得它是一个基本人权 所以基本的用电 大家一般合理的用电量 应该是要保障 要人人用得起 不然是说 就那种急剧的收费 基本用电比较少 或者是说 对于特别穷困的人 在他们电费上 在基础用电上 是可以给一定的补助 但是我觉得 过度浪费的那种电价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急剧 就是说 说你透过一个价钱的制衡 然后让那些 大家会集结去想说 我不想要花那么多的电费 所以就可以想办法去降低 然后也让那些节能的产品 它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说 可能会去研发新的节能的产品出来 觉得自然会有这个市场 对 就是我其实赞成 急剧的一个调整电价 2025年 事实上距离 现在大概七年左右的时间 那但是民进党政府就说 重启核电是最后的手段 可是似乎还没有到最后 就已经重启了 还没重启 我还是很希望它不要重启 但是它启动了嘛 对不对 还没 你就是核二厂的一个部分 它还没启动 只是原能会完成审查 他们觉得它的审查 它觉得OK 但是在我来看 我会还是觉得非常的 有很多的疑虑 那我最后还要等过立法院把关 那我们是很期待立法院能够把关 虽然是有点失望 因为以前每年的反核游行 民进党都会参加 然后今年 进桥桥好像没看到他们报名 所以会蛮担忧 后面到底立法院会不会把关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对 那还有这么短的时间 对这个政府会有什么期待跟信心 或者你希望它怎么做 我还是很希望他们去回顾过去讲过的话 赖魁他自己在去年11月说的那个重启核电是最后的手段 政府真的一切的节能 一切的能源调度 都已经所有的方法都已经想尽了吗 核二就算你把它开启 就倍转容量率 照他们讲法 大概是增加3% 你一切的其他的方法都无法去填补这3%的那个吗 就说你已经停了那么多天 你非得再把它打开 冒着各种风险去把它再打开来吗 我对这点是存疑的 那我很希望政府拿出能力来去不要重启它 解决这所谓的3% 所以其实在整个这用电量 它并不是一个最高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这个能源政策 我们是可以去调整可以去做的 不过说实在 虽然没有这个重启 但是这个原能会台电或是赖魁的这些说法 事实上还是会让一些人是担忧的 那但是做一个政治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承诺的问题 它会涉及在人民的整个安全 或是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它必须要做一个更妥善的考虑 我们当然希望2025非核家园 然后不要再重启核电 因为我相信应该在过程上 有很多可以再去处理的方法 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更积极的 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雅英律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跟你吵架 请教相关的问题 谢谢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我们下礼拜 晚前走 继续的去梦想 字幕志愿 مع ashes 感谢观看